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日本的线材品牌? 今天跟大家讲的主角 正是所有线材都在日本 由线材职人精心制作的Brice Audio 这个牌子近年凭着精练的中高阶耳机线 在香港大受欢迎 但其实不是单纯日本耳机线品牌般简单 今天带大家深入认识它们的背后真面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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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艾蕙, 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正式开始今天的专题前提醒大家 如果想接收最新的影音资讯产品评测或教学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们feverSound.com 的YouTube 频道 追踪我们的IG和赞我们的Facebook 有最新的影音资讯会在社交级线与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记得CLX 留言、赞和分享 因为这三部曲令这条影片推送给更多人看 谢谢大家 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日本的Brice Audio 品牌 事不宜迟,我们先由品牌的背景开始 Brice Audio 总部位于日本群马院的线材公司 近年以一系列中介以发烧级的耳机线材 而在香港火速崛起 他们的创办人杜边庆一先生 在二十多年前已开始开发和销售音效讯号线 而他和本身是音响发烧友 现在亦是Brice Audio 另一位主理人 干田直树先生一拍即合 并且在2015年决定共同成立Brice Audio 这个品牌 而由于有发烧有干田先生在公司中 所以他们现在的总部 除了有用来开发和测试过程 符合角色各样业界标准 非常严谨的分析和测量仪器之外 品牌亦拥有多款日本本土 以至世界知名的音响器材 用作这个开发过程反复试听之用 就这样看照片 我已经是发烧友的天堂 说完这家公司的成立背景后 究竟当下Brice Audio 对于一般Hifi 以至Hifi玩家来说 可以带来什么产品呢? 如果要说它最值得大家留意的地方 就是它当下的线材 可以说是完全能做到CM 度身订造 简单来说 只要你需要一条线 无论信源端还是接拨插头 你想想要什么 其实都可以与Brice Audio 代理方面查询一下 它们如果能做到 都会帮你生产 所以不限于入耳式耳机或头戴式耳桶的线材 以抗用家用到的过机线、转接线 到传统两声道的RCA线、XR线、BNC线 甚至更新的Lens 线、USB线等等 其实Brice Audio 都有不同的方案可供选择 而且在新的USB 和Lens 线等线材上 它们还会非常重视传输规格 Lens 线可以做到CAT多少 其实它都会明确表示 又或是Type-C 线材 可以做到USB PD 3A 充电规格等等 它们都会写明和一定合规 务求它们出产的线材 在声音表现以至实际使用上 都能满足用家的需要 而且所有线材都会在日本原厂 由这个品牌的杖人人手生产 线材质素绝对有保证 回到今天Brice Audio 最核心的耳幕耳机线材 现在香港最热卖的系列大概有四个 分别是全新的白银士罗格 一直大热的高阶型号亚多罗夜刀神 平衡到音质和易用度的Azoha 亚衰波神 以及入门型号罗阿比直比神 而当中两款高阶型号 亦有四角和八角的版本 而除了四大系列之外 每个系列还会有不同级别的版本 当中的配搭 可以看画面这个表去掌握 先解释不同级别的分别 要谈Brice Audio 一定提及它的屏蔽技术 简单而言,由上至下是Ultimate、Reference、 道路RH和LE 即Lite Edition 四个级别 而不同级别的最大分野 就是内部所用到的屏蔽层数和用料 都会有所不同 目求可以在配搭不同线心之下 做到最理想的声音效果 另外,在slider和插头上 Reference 型号 全部用了实心红木益震的slider 而信源插头是Petacon OFC 的L 型插头 而 RH 型号的MMCX 2 Pin 插头 都会经过道路白金处理 信源端是Furotec 的道路白金插头 还会加入日本制木材抑震slider 就连最入门的LE 型号 信源端都会统一采用自家开发 平衡体积和内用度的L 型插头 也一样会用日本制木材抑震slider 至于Ultimate 级别 它的slider和插头外壳 都会采用无氧和切削成型 还会因应不同系列而做不同的电道处理 例如Yatolo 和Sloga 分别度上24K金和18K白金 更加区配两个系列产品的线心和外观 不过在所有级别上 Brice Audio 都会注入 它们与日本国立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 共同开发的CNT 纳米碳管 到最高阶型号和新产品 还会有一个BS Seat 的碳机物料 据厂方表示 这种物料可以令线身更柔软 同时强化其他屏蔽物料的效果 非常神奇 解释完线材的级别后 谈谈四大系列之间的线心分别 先说白银, 顾名思义 Brice Audio 第一款采用纯银导体线材 每细导体的数量和亚拖罗一样是49股 每股直径是0.1mm 还用了暂身的半透明绝缘物料 可以显示内部纯银导体的结构之余 还可以大大提升线材的柔软度 方便用佩戴素形 而这款产品也号称是 Brice Audio 有史以来 线身最柔软的产品 就连斜达的速线器 以至插头都非常讲究 用了无氧和切削成型 还经过18K 的白金电道处理 当中白银版本的导体数量是原版的一倍 连线身和速线器都因此略为改变 但仍保留到非常高的柔软度 到亚多罗 导体是高纯度和精体排列整齐特殊铜线 每心线的导体亦是49股 亦一样有白银版本 然后到Azure 和Norabi 前者是一条白银线 不过, 每心会用到19股 每股 0.1mm 的高纯度和导体 而入门级的Norabi 是四角的设计 每心导体每股的直径都是0.08mm 合共用到28股 Azure 属于这个品牌的现在核心型号 所以, 这次我们用它来做重点试听比较 我觉得这款线材 L-E 版本已经是分析力很高和不夸张 音场开扬得来 而且有理想定位的线材 不过, 这次再试RH2 Plus 时 便会发现虽然线心是一样 但在屏蔽结构上的不同 是可以导致RH2 Plus 出来的声音 在音场开扬度和立体感上 都有更出色的表现 整体来说, RH2 Plus 会更松容和大动态 高音的明亮感也有所提升 而低频质地上更紮实和爽快 但亮感上稍微有所修炼 最后再试听Azure Reference 的版本 我自己觉得一开声时 这个型号的人声的黑话 已经让我感觉更突出 可以清晰听到歌手的演绎 用声的大大小小 以致整个口型都可以出现 但仍然保留到Azure 系列定位分明 高分析力的取向 所有乐器都可以清晰分明地呈现 但无可否认的是, Reference 版本 确实是三条Azure 里面 我自己觉得是最突出的一条 之后, 去到旗舰的对决 先试听原本的旗舰型号 Yatoro Ultimate 四角版本 对于Azure Reference 我觉得Yatoro 这条线 在分析力和层次感上 会再有提升 整体来说, 微动态更分明清晰 例如听一些现场录音时 Azure Reference 之前较为隐藏的伴唱 观众欢呼声等等 来到Yatoro 时, 可以完全表露无谓 而人声的刻画 亦会比Azure Reference 更加细致 整体的平衡度, 我个人来说更加喜欢 低频量感和质感是紧致不抢耳 绝对已经是一条很高质的线材 但之后, 再比较一下 Siroga Ultimate 这条 Brice Audio 的银线处置之作 我觉得Siroga 在分析力上 自然可以与Yatoro 同样高水准 但因为加了银元素 Siroga 在人声的亮丽度上 明显突出很多 但又不会有过度刻滑或带有刺耳感 同时可以保持低频的亮感和质素 对于要求中高音上 有更透透明亮的朋友来说 我觉得你要在Yatoro 和Siroga 选择 后者会更适合你 最后, 我亦再用Siroga Ultimate 这条线 比较八角和四角的分别 我觉得八角线出来的声音 会厚实和扎实一些 整体的动态更强和刺激 所有声音都会更迷身 但声底完全无变 仍然在中高音中有亮丽感之余 低频亦有亮感和层次感 不过是否代表你一定要选八角线呢? 我觉得不是绝对 因为我比较喜欢四角时 比较转容感更多 所以建议大家, 买这个升级线 也是带上想用的耳机 亲身试听、比较一下 才会再下决定 今天Bryce 的专题介绍 和重点产品的评论这条影片 带上到此 喜欢我们拍片的朋友 点赞、订阅、订阅、订阅 按订阅 之后, 按右边的小铃铛 有新影片便会通知大家 好, 二解一时间 但在任何权材上 你会要求这条线是异于素形 还是什么都不管, 声音行先 希望大家可以在留言分享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 Bryce Audio 除了现在可以做一个 订阅的线材之外 其实它一直有做硬件的项目 除了之前也有不少人问津的耳矿产品之外 如果有留意这个牌子 应该会知道它们即将会有一款 我觉得是一个很进击 而且是很特别的耳机产品 会即将登场 不知香港何时会见到呢? 我觉得真的挺值得 Bryce Audio 的朋友可以密切留意一下 今天这条影片大致到此 大家喜不喜欢这种制作呢? 不妨留言分享你的意见 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 一张视频 ensuite 40分钟 大厨 大厨 感谢观看